藏一社領措施 燒錯人 這是親友送死者的最後一程 但是高雄殯葬管理處搞烏龍 連最後一程都沒辦法送 86歲李姓男子的遺體 冰存在殯儀館 上個月27號要入戀時 殯葬業者進認措施代 領到陳姓男子遺體 當天有30名親友參加入戀儀式 居然沒人發現 遺體也火化了 到了下午 陳姓男子的家人要來辦入獵 才驚覺遺體被留走 殯儀館通知李姓男子的家屬 家屬一看到遺體 覺得很丟臉也很對不起他 當場下跪 雙方協調後 同意由他的家人 再辦一次法事告慰死者 董新聞高雄報導